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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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努力守啊 盡量把他得分降低 可是我覺得我今天真的守得不錯 就退一步啊 因為我身高比較高 所以我手舉就好 不要就是不要犯規 不要讓他發球 對 守對道就好 你覺得你很了解他嗎 然後發現還不錯的時候 看到這種你就是一比一有的關係 唉 我覺得 就大家都努力啊 沒辦法 我們也要想要冠軍 對啊 可是最後還是我們還是靠歐文拿下準決殺那一球 我們也很開心啊 就大家都努力嘛 就是看到時候就誰能撐到最後才會 才是冠軍 蠻激動的 那就實際上有跟他講到話嗎 有啊 就是說 他連續亞軍就想他們就說 該請吃飯了啦 當然要請啊 大家都同學啊 而且這思想每一所學校都有我們明人國中畢業的 大家都同學 所以就一定要請大家吃飯啊 就是回去還是要努力啊 畢竟也是轉前鋒啊 很多動作都還不太熟 回去還是要努力練球 接下來就等到大學在大學舞台上發揮 現在可能有沒有偷偷注定你的選選項目 或是可能自己最項目的感覺 應該是台大 因為那邊教練也有給我機會啊 就是也剛好 因為也沒有我這種位置啊 去那邊感覺也會打到球 所以追平那時候其實 教練是不是一直跟你講說要跑我們的快歌 對 你那時候有跟教練怎麼講說 你是三星之九 對 就是我說我會跑 因為我說我還有力 所以我一定會拚到底 拚到最後 可以跟我講一下剛剛那種關鍵的三門球 那時候投進的時候你怎麼講 投進的時候我真的很嗨 就是很興奮 然後 想說 因為那時候是追平嗎還是 你欠兩分 你欠兩分嘛 對 所以 我覺得那一顆真的蠻重要的 很重要 真的 第二個 就是你經驗跟降雙就是 搭配了這一年 然後也拿下冠軍 你自己覺得這樣子是 跟著有這樣的經驗的學業 就是 同學一起打球在打球 呃 降雙來到功夫 就是讓我們學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 讓我們學會如何團隊溝通 然後他也其實教會我蠻多 其實跟他打 一對一其實就是會進步很多 真的 就是真的會進步 所以在很多方面 降雙都比我們全部人還好 對 所以 但是有些地方 降雙也是有不足嘛 所以 我們都會互相學習 讓我們團隊變得更好 你自己覺得你這一年能不能成長最多的地方是甚麼 領導的能力 然後對自己的信心 就是 其實我在突破方面就是 比我變得比較好 跟去年相比 突破方面 比去年好很多 對 然後在外線 其實 前面預賽 復賽的時候 打得沒有很好 然後 其實都投不開 就是三分都投不開 但是到了 十二強 八強 到現在為止四強 到冠軍 其實都 把握得非常好 就是 外線出手的命中率啊 就是有維持在去年的水平 對 完全攻略 草 Donkey 一個的關於 是 感谢观看